物價不斷漲 有民眾在這個市場內 找到隱藏的飲料店 一杯黑糖珍珠只賣你十塊錢 裡面到底加了什麼料 想要一探究竟卻撲空 因為是傍晚限定 有民眾PO文在社子的市場裡 居然有著佛心價 黑糖珍珠一杯十元 裡面有黑糖珍珠 冰塊加水 加了鮮奶也只要二十五元 就連公館分店 黑糖珍珠一杯也只貴了十塊 直說為何會這麼便宜 我也覺得不開心 就是鮮奶跟水大概是一半一半 然後再加一點一塊 珍珠鮮奶是有 但是我買十元的那個 黑糖珍珠就是沒有裝滿 果然攤位前大排長龍 有民眾表示假日經過 蠻多人在排 攤販很快賣完就會收攤 物價標掌可不是每家手搖影 都如此佛心 但這個影你戒得掉嗎 不會 因為偶爾 所以奢侈一下還好 因為那個是一個小確幸 以珍珠鮮奶茶來說 伊麗莎白紅茶書房一杯六十五元 五十蘭洗澡亭價格一樣 天然吃茶去稍微貴一些 珍珠鮮奶茶中杯要七十元 價格都在六倍以上 如果有加新鮮水果就更貴了 鮮榨水果綠茶一杯一百一十元 其他像是草莓季節限定 大院子美好相遇一百二十元 梧桐號水溶草莓奶酪也要將近百元 就外在的紙杯紙吸管代紙而言 上漲幅度原物料上漲的百分之三十 在飲料內部像茶葉 奶精 還有一些新鮮水果也漲得非常大 業者也分析物價很難降下來 十塊的黑糖珍珠在天龍國真的稀少 因為擺攤時間不固定 民眾想喝就得碰碰運氣 TVBS順時觀禮力泰報道